环团自救会爆出了吸金诈骗 近期花莲凤林有自救会会长 向环团的成员跟在地居民 声称有保底高获利的外汇投资 吸收下线让被害人损失超过了500万元 而警方调查跟发现 自救会会长谎称的投资公司 竟然就是5年前 警方破获的海汇国际 这个公司遭到两度破获 却依然使用相同的手法继续诈骗 而自救会会长也开口喊冤说 他自己也是被害人 你看得到获利但是钱出不来 投资平台上金钱全变数字再也回不来 被害人语气无奈 财富自由都是梦一场 一开始出资4万多元新台币 怕被骗还先提领看看 不料被害人放下戒心后 损失超过500万元新台币 我妈妈的那个就是养老金退休金 就这样莫名其妙就不见了 就律师说可能拿他没责 让他陷入骗局的近视花莲凤林环团 自救会会长 他近期不断向环团志工和在地居民 声称投资外汇有保底还高获利 以老鼠汇方式吸收下线 经警方调查更发现 他推广的外汇公司根本就是两度遭破获的海汇国际 2018年这个公司刚来台湾就被查气 2022年改名为DRC继续行骗 被害人超过2万人吸金超过8亿新台币 没想到这回集团再以A1G出发 以相同手法继续诈骗 我要以花莲县中南区 受害金额出估约500万元以上 环团自救会会长和诈骗集团主贤等6人 统统依法送办 只是被害人误性轻有损失上万辛苦钱 这下全都血本无归 记者陈景夜欢迎报道